火焰公主上色 先用浅黄色的彩纤描出轮廓 火焰公主身上的颜色 由深浅不一的黄色和橘色组成 完成身体部分的轮廓后 用紫色给连衣裙和两个宝石事物描出轮廓 用红色给头发和身体下半部分上色 然后使用深一点的黄色给脸和胳膊上色 用黑色画出眼睛和嘴巴 用浅紫色给这部分的裙子和两个宝石事物的内部上色 然后使用红色进行填充 最后您可以使用棕色加深对比 您的画作就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